有一个富翁说 我人生前25年都是像穷人那样思考问题 结果穷困潦倒 但自从我改变了思考的方式后 财富也源源不绝的涌进来了 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夸张啊 只是改变了思考方式就能变成富翁吗 那么这个富翁在人生前25年是如何思考的 而他改变后的思考方式是什么 其中的差别究竟又是什么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在Steve Seabock写的书里 书名就叫做富人是如何思考的 而开头那句话就是他本人所说的 Steve Seabock年轻的时候是美国职业运动员和国家级教练 后来成为全球知名的个人事业进修讲师 他在年轻的时候就立志要摆脱贫穷 拥有财富 再也不想一无所有了 至此他有了成为富人的野心 于是在以后的26年里 他走访世界各地 采访了世界上顶尖的企业家和富翁 将他们的思维跟美国大多数的中产阶层做对比 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决定中产和富人阶层之间身份和财富差距的 并不是声势 机遇 而是他们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思想 作者说的中产阶层代表的是普通人 也就是大多数人 在这本书里 Steve Seabock通过100个话题 向我们展示的普通人和富人的思想差距到底在哪里 以至于两者拥有截然不同的人生 我将这100个话题归纳为5个重点 里面涉及到生活、工作、教育、娱乐等各个层面 看完这个影片的你可以总结一下 检视中产阶层和富人阶层究竟差在哪里 或许你可以从中得到灵感、找到方向 让自己慢慢变有钱 一步步脱离贫穷的行列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 你可以考虑先订阅我们并打开小铃铛 我每个礼拜都会免费分享富人圈里的各种资讯 让你用10分钟就能快速吸收他们的财商思维 学会富人的行为模式 这样的话就算你很忙 也能跟上有钱人的脚步 确保你不会落后于别人 一、普通人认为工作时间越多、财富越多 富人则认为好点子越多、财富越多 大多数人都有一种观念 他们信奉财富与投入的时间是成正比的 换句话说就是用时间换钱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这是我们从小到大被教育出来的信念 尤其是老一辈的人啊 常跟我们说一定要出去工作 要辛苦工作 这样你才能赚得到钱 这种思维看似是很正面的 但这种传统的观念却在不知不觉间侵略我们的大脑 改变我们的思想 让我们以为用劳力换钱才是正确的 赚血汗钱才是值得骄傲的 让我们把辛苦工作看作是人生的荣誉勋章 认为为了赚钱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而富人阶层只关心有没有赚到钱 对于自己现在的工作充满了热情 他们会爱上自己的工作 并总有办法通过工作致富 而生活在富人圈里的人 则是懂得利用更高的思想境界发财 他们认为好的点资越多 能赚到的钱也越多 他们把成功看作是更重要的荣誉勋章 他们也辛苦工作 也投入很多时间在工作上 但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辛苦 而是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天赋 有策略的去做事情 把精力都集中在如何获得最大的利润上 而不只是一天工作了多少个小时 普通人把精力和创意分散到各种目标、项目和爱好上 而富人只全心全意的专注在一件事情上 普通人一心只想保护好自己的储蓄 当心把钱花光就没了 而富人只关注如何赚得更多钱 如何用生意头脑去创造财富 你发现了吗? 但多数人心思放在储蓄上 这其实是一种负面想法 因为在努力储蓄的背后是害怕 他们害怕失去目前所拥有的东西 他们认为赚钱很难 会因为害怕失败而萎缩不前 所以干脆就放弃了赚钱的想法 专心一意的顾好储蓄 导致了目光只局限在眼前的事物 看不全大局 无法去触碰到圈子以外的东西 那么当一个人充满这种负能量的时候 又怎么能获得成为富人的这种正能量呢? 富人皆曾认为赚钱的机会很多 而且相信自己是有赚钱的能力的 并且积极的付出行动 就算跌倒了也能重新站起来 他们知道只要敢于冒险和尝试 最终总是会成功的 钱其实只是一种交换工具 拥有创造性的想法才是稀缺之缘 作者也提醒 那些把钱和心力放在收集折价券 而刻苦度日的人 因为舍不得也不敢拿出钱来投资 往往容易忽略了赚钱的大好机会 反观有钱人的做法 即使是遇到了金融危机 也不会帮手帮脚的思考 而是把所有的心思全部放在 如何赚大钱的计划上 三 普通人认为赚钱依靠正规教育 富人则认为赚钱靠的是特殊技能 关于给零用钱这个问题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和做法 Steve Seabord就指出 中产阶层教育孩子是依靠正规教育的 也就是传统的学校教育 他们认为学校所教的都是正确的 都必须听从和服从 而且他们会把自己的金钱观传给子女 教育自己的孩子满足于现状 教育他们如何生存 虽然富人也重视正规教育 但是通常不会把他和创造财富联系在一起 他们教育子女如何自负 并且不受到各种条条框框所限制 而是通过非常规的思考方式 获得源源不断的奇思妙想 相信大家都知道 富爸爸Robert Kiyosaki这个人吧 他从以前就在他的书里提到 他是非常反对学校的教育制度的 他认为啊 学校教育系统已经很落伍了 这点从工业革命后就没变过 以前建立学校就是为了统一学生的生存技能 比如干一些技术活啊 工厂的机械操作 还有专业的工作等等 并不是教会学生如何去赚钱 简单来说 学校系统是用来培养穷人的 根据研究 每年最稳定最准时缴税的都是中产阶层 也就是一般的小白领 那人民缴的税越多 国家就越有钱 国家自然希望社会能多一点 这样的人为国家做贡献了 富人阶层教育子女要勇于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他们教育子女要善用利用钱去投资 把无限的金钱观传承给他们的孩子 而传达的金钱观念是这样的 相信自己能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收获想要的一切 而不要去在乎学历的高低、智商分数或学校的表现 相信自己拥有能成为富人的所有条件 富人告诉孩子 富有不能让人完美 但能享受到别人等不到的机会 四 穷人认为财富是妄恶之源 而富人认为贫穷才是妄恶之源 很多人在抱怨 在自己这么努力了 为什么还赚不到钱 甚至还要为三餐发愁呢 但他们不知道表面上自己是很想要自负 可是却察觉不到自己潜意识深处的想法 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 财富是妄恶之源 甚至有人会说金钱是魔鬼 他会使人变得贪婪、腐败和冷酷 尤其一些家中的老长辈会从小开始这样教育小孩 甚至一些电视剧、电影啊都是这样演的 人有钱了就会变坏 但是现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要知道意识是会传染的 当我们有这样潜在的负面想法时 往往会不知不觉的限制住我们的行动 那没有行动又哪来的结果呢 富人并不认为财富是邪恶的 因为他们知道金钱只是一个工具 是用来衡量一个人总共拥有的价值 如果有钱了会变坏 那只是因为个人的问题 钱只是一种表现工具 人坏用钱的方式就坏 人好那用钱的方式就好 钱可以伤人当也可以救人 试想想看这世界上不也存在很多的慈善家吗 逻辑上来说他们也要有的钱才能去做慈善家 否则又如何捐款帮助别人呢 所以啊千万别被电视上那些演出来的邪恶有钱人 或是败家的富二代给洗脑了 富人认为财富能给人带来内心的平静 她解放了人的思想 让人不断产生新的想法 从而创造出更大的财富 5.穷人认为富有是特权 而富人认为富有是权利 穷人给自己没能发财找了一个很好的借口 有钱人都是靠欺骗和不择手段自负的 他们都鄙视有钱人 认为富人没有爱心 都是自私又自以为是的混蛋 认为有钱人是邪恶的 是肮脏的 他们嘴上经常说着 金钱不能使人快乐这类的话 试问是保持这种心态的话 又怎么能够成为有钱人呢 简单来说 你要如何成为你讨厌的人呢 所以就当你改变了你对有钱人的看法 你才能真正的放心的成为有钱人 钱是富人的优势 能为自己和家人带来自由和选择权 有了钱就能过上无拘无束的生活 和普通人相比 富裕阶层的人更佩服和欣赏有钱人 他们努力实现梦想 认为如果能让别人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更轻松 自己愿意为别人提供巨大价值 那自己就拥有富裕的权利 很多百丑起家的富豪一开始也是没什么钱的 但他们本着帮助别人解决问题的心态去提供价值 他们信奉帮助的人越多 能赚到的钱就越多 那自己也值得拥有这些财富 以上就是富人是如何思考的这本书里 关于财富的五大思维 你认为对你影响最大的是哪一个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让我们知道哦 你的每一则留言我们都有在用心看和回复的 如果你喜欢这类的影片 希望你能帮我点赞并分享给你身边的人 把这正能量分享出去 让他们也能跟着你一起成长 我真心的祝福为这个影片点赞的你 能找到自己真正的致富之路 过上自己梦想中的生活 如果你以后还想要学习富人权利的智慧 也想要拥有像富人一样的头脑 像他们一样思考 欢迎你订阅我们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因为我们创建这个频道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透过分享高价值的内容 帮助在看这个影片的你打开格局 打破贫穷思维 甚至成为百万千万富翁 成为富人俱乐部里的一份子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我是Will 富人俱乐部 我们下个礼拜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